Hello大家好,我是刘二手,其实想要给大家说,想要说的那个大哥 自从修完了一辆印度车之后呢,就开始黑米了 当天黑了300多个W,就是心情很不好 后来当时那个大哥呢就跟我说 他有事,得先回汉别论 然后那个大哥这一走呢,理想的也就跟着走了 他说他也有事,就走了,就把我依然扔在妈阁了 拿着大哥,就等于大哥给我那点满呢 他没要走,因为之前我一直担心他有药 结果人家没要,然后我就继续拿着这点面,继续战斗 我记得当时,本来我是想把这点面拿回去 因为那会儿我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富裕了 就是,你就有点着,着筋见脑了 但是呢,当时呢,就是还是没忍住 因为你又有敏,又带妈嘴呢 你说你能忍住不玩,直接回家去 那我估计一般人做不到 后来当时呢,我就去了,就就就去 又推去了,当时是在用力皇宫吧 三下五出外,就就这点面就黑了一半了 就是,就是运气不好嘛 就是,就是米就开始直接往下掉 后来我就休息了一天,到了第二天继续干 吃饱了,喝毒了,继续干 呃,干到下午,就是大哥给他米,连我自己分上所有米就彻底黑完了 彻底就是洗白白了,洗白白了,然后我 那你没米了就走呗,对吧 其实心里头很懊恼,很懊悔 就是恨自己,为什么不按最初的决定去做事 就是大哥给米的时候,不玩,把这点米带回去 啊,给媳妇孩子花 飞在这黑完了,把自己身上的米也黑完了 然后那个,再回家去 当时呢,我是刷信卡,买了张飞机票,回了北京 回了北京,跟床上躺翻天,就是不想动 啊,也脑子里空白,就什么都不想干,啊,就是在想在床上躺着 后来呢,呃,过了那么几天 啊,我那个导演那个大哥就给我打电话了 就说,呃,这两天有有有戏,啊,你拍不拍,我说拍 他说就是那种大的那种节目的没有了 啊,最近那个行情也不太好 说有那个小的那种像那种,就是那种网络的那种短剧 啊,就在网上播那种短剧 说有,嗯,拍不拍,我说拍 拍,然后当时,那当时我那种情况就是有米就得赶紧赠了 啊,一天,跟我说的是一天能够三百块钱 中午管一堆饭 然后晚上也管一堆饭 然后当时我就去拍去了,啊,其实在剧组拍戏啊,拍戏并不累 对于我来说 那会我记台词也好,说 包括表演来说也好 对于我来说并不累,累的是跟这帮人相处 啊,其实 这也就是咱们大多数人在职场上的一个 诟病,也不能叫诟病 就是差不多大家都这样 你要说就是说咱们日常工作来说 咱们单,就是说把这个 工作中这点活给他干完了 其实并不累,真的不累 如果说咱们每天到的工作单位就是干活 干完活就走 到日子口就领工资 那就太美好了 啊,你最累的就是处理人际关系 啊,当时我们那个剧组啊 就什么人都有 啊,而且谁介绍来的都有 什么关系特别复杂 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这帮人怎么回事 啊,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 都会给自己找麻烦 但是呢,为了挣这点钱 啊,我也就忍了 那会我们剧组有几个老演员 其实我拍戏的时候啊 我不愿意跟老演员合作 我说实话,可能你们没拍过戏 你们不知道 拍戏的人啊 他就是说这一天他拍到哪 他有这个目标的 就是说比如说这一天 我得把哪段戏给得拍完了 他是有这个指标的 啊,什么时候拍完 什么时候收工 知道吧 哎,你不可能说一部戏 我拍个十年八年 或者说原定 我这部戏 三个月杀青 你给人弄到半年才杀青 你那不可能 那预算也没那么多 投资方也不乐意 对不对 所以他得赶 大家都想着早点拍完 早点结账 啊,没有人往后拖 但是跟老演员合作呢 就是老演员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忘词 他年纪大了 他记那个台词啊 他老爱忘 啊,我那会儿三十来岁 无所谓 那会儿 台词剧本给我看一看 一会儿背下来了 演的时候呢 咱不能说一字不差吧 但是大差不差 能把那个基本的意思 给他表明白了 反正这一条我能通过 导演能说OK 啊,但是呢 呃,你跟老演员去对戏的时候呢 你说完上句 他接不下来下句了 这时候导演就得喊咖 导演就喊咖 这一条就得从路 这就耽误时间 啊 呃,但是呢 因为老演员呢 他岁数大了 再一个呢 咱们也有老的那一天 所以呢 这个烦归烦 该忍还是忍 我,然后我就 今天那天晚上 我们差不多后半夜 凌晨两点 才拍完这个戏 当时大家一块坐一块呢 就是找了一个饭馆吃饭 然后把那个 钱 就是劳费给大家解一下 结完了之后呢 那一天 桌子上有几个菜 我看大家也没怎么动 啊 我就说想打包 啊 想打包大家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会儿 就是此一时彼时了 那一会儿 就是说想的就是 能能节省 能节省一顿饭钱 都能尽量节省一顿饭钱了 啊 我把这俩菜打包去 第二天我就能多吃一顿 我就能自己少花钱 自己少掏一顿饭钱 啊 那会儿的经济状况 就得算计到这个份上了 然后那个 我就跟那个服务员说 我说你给我拿俩餐盒 这俩菜我打包 然后呢 人家把餐盒拿过来呢 我就拿筷子 把这个菜往这个餐盒里扒了 这会儿我们剧组 有一哥们 啊 那个说 哎呀 手 那个 这菜 谁说让你能打包走了 我说这不是大家都不吃了吗 吃的差不多了 我说剩俩菜这也没动呢 你说扔的好可惜的 我说拿走 他说 你你这俩菜 你拿家干嘛去 就这菜 你还吃啊 放一天 放坏了 但是那会儿我的情况呢 就真的是经济状况呢 挺举 挺挺接据的 我说我拿家喂狗就行吗 然后那那哥们呢 就是说他可能还怎么说呢 那个剧组啊 就这部剧总投资也就五万块钱 你想一部剧总投资才五万块钱 你说下发这些演员什么的 你妈到的 你说他能请的什么上档次的人啊 所以呢 这些演员素数都挺低的 然后就说喂狗啊 那狗怎么叫你知道吗 哎 二婶 这你给我学一声狗叫 这狗 你要能学的像 这这菜我就让你拿走 当时我就把筷子摔在脸上了 我说你费什么话呀 这是你的 你花钱买的呀 怎么我拿俩菜 就跟拿的是你们家的菜似的 然后呢 他呢开始不说话了 不言喻了啊 说行啊 二婶 我记住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得罪他了 就是剧组就这样 你都不知道你得罪谁了 什么时候得罪他 或者说你压根就没得罪他 就有人诚心给你找茬 你说那根饭菜 那是剧组出钱买的 对吧 又不是说花那你私人的钱 那大家都吃完了 都不吃了 剩俩菜 我说我自己拿家去 怎么呢 就这都不行 这这就是这种事 在剧组里头都是大事 你说就这样 就人际关系就这么复杂 后来那俩菜呢 我还是拿走了 拿走的时候呢 我心里头也挺举范的 就是说为了俩菜 我现在混脑 让人家这么挤对我 让我学狗叫 唉 就是说真的就是那句话 人没钱哺乳鬼 汤没盐哺乳水 那个时候我真的经历了 那个时候呢 就赶紧想怎么着 能够赶紧翻身 赶紧别 别过这种生活 别接触这种人 其实真的就是这样 你可能大家都有体会 你做的工作 越是在那种中低层的工作 挣的工资越低 越少的那种工作 那种人的素质啊 那种互相斗啊 而越我诈 就越凶 就越让人感觉到恶心 或者说不适应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就就是每天就强忍着 去拍这些戏啊 其实真的是挺难的 因为拍戏这个工作呀 它很难 因为那那一段时间 我心情很不好 很低落 但是那会我们拍的戏呢 需要你去欢快一点 喜悦一点 所以呢 那你明明心里很烦 但是呢 等你拍的时候呢 你就是得表现出另一种情绪 其实这个挺难拿的 后来那一段时间呢 就接各种戏 然后又攒了点钱 攒了有两个多W吧 我就跟这松哥 还有理想他们呢 就约着一块又去那个 妈格了 当天 我就想啊 这个松哥能不能再给点小钱 要能给点呢 我就那什么呢 我就这次真的都自己留下了 哪怕能给个俩W 我都拿下去 我都不再玩了 但是那天没给 没给呢 然后我们就跟着松哥一块去那啥 去个厅里头 看着松哥打 嗯 理想他那是有点钱 他打 然后我就 我就等于就我跟那看着 我就那俩W 我你说我在厅里 我怎么玩 最低投入就一W 连着黑两口就什么都没了 那一天松哥的运气很不错 很不错 那一天他红了得有 五百 五百多个W 就把上一口之前黑那三百个W 又红过来 额外再红了两百个W 然后那个 就那什么 哎 挺高兴的 然后那个 理想那会儿也红了有 四十多个W 然后理想说一会儿就是说去那个 名表店说想买块表 说想买什么表呢 理想说他想买一块绿水鬼 那会儿松哥呢 就往旁边说说买啥绿水鬼呀 买迪通拿 我给你们哥俩一人买一块 哎 这大哥呢还挺账 真的就是说你真正遇见那种好大哥呀 真的他唯恐你吃不上喝不上 唯恐你那什么 唯恐你过得不好 他得想办法让你过得好点 他得想办法让你有钱 啊 这真的是挺好的 所以说对于咱们东北这一块的一些 同胞们嘛 啊 这些大哥们啊 真的挺仗义的 真的 当年建国的时候 东北被称为共和国的长子嘛 真的有 后来等我接触下来 真的有 当然像赵四那样的人 咱另说啊 当然大部分东北人 真的挺好的 啊 真的有大样啊 一说真的 当时我以为是什么呀 就是说这个孙哥就开玩笑呢 啊 结果真买了 给我和那个 嗯 你想一人一块地通拿四十多个打不留买了 然后当时我这一下就踏实了 当时我想的是这点地通拿要帮我给他卖了 啊 卖了 然后 我再去战斗 拿二十去战斗 拿那个 二十给家里留着 但是呢 如果手上这块表要没了呢 以后我怎么说呀 啊 怎么跟孙哥交代 这个 对吧 你让孙哥看不起 所以当时呢 其实总的来说还是没钱闹的 啊 哎 行吧 今天呢 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说到这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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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